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常泰 这一顿学习不做负面表达 首先我们看下这幅漫画 我们看到天空下起了雨 右侧人拿起了伞 左侧人说,它美了 这幅漫画告诉我们 平时要以正面的心态去看问题 以正面的语言去表达 我回想我自己的职场 就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 频繁抱怨的状态 那时候我经常无法达成业绩 还经常受到客户投诉 我感觉自己工作已经非常努力了 但面对各种状况无力调整 中午和同事吃完翻起散步 我们工作都感觉不顺利 就彼此吐苦水 批评公司的各种问题 批评领导的各种问题 后来我也读了一些书籍 比如你为谁工作 当下的力量 活法等 自己的心态才开始慢慢转变 当心态转变之后 把工作中所有的事情 当做对自己的磨练 有一些事情是技能的磨练 有一些事情是内心的磨练 相比而言 对内心的磨练更加的重要 当我调整心态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工作越来越顺利 人际关系也越来越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名人是如何谈心态的 首先是道胜和夫先生 道胜和夫先生被誉为 日本的精英之盛 他一生创建过两家 事业外奖企业 道胜和夫先生在 活法艺术中 分享了他的六项精进 第一 付出不压于任何人的努力 第二 要谦虚 不要骄傲 第三 要每天反省 第四 活着就要感谢 第五 积善行 私利他 第六 忘却感性的烦恼 每当我看到 道胜和夫先生的六项精进 每当我看到 忘却感性的烦恼 这些话时 我就会提示自己 把最不愉快的事情 都忘记吧 把时间用来做 更有益的事情 这时我心情 也会更加快乐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富兰克林 本集名富兰克林 是美国著名的 政治家 科学家 同时也是出版家 印刷商 记者 作家 资产家 更是杰出的 外教家 及发明家 那 弗兰克林 先生呢 有一个 十三项 品质养生清单 其中第十一项呢 就是心胸开阔 拿得起 放得下 不要因为一些琐事 心烦意乱 悲观失望 我们看到 很多伟大的人物呢 也会遇到烦恼 但是他们经常会提示 自己放下负面的想法 以及机器的心态呢 面对工作生活 我们在这场中呢 难免遇到 不失心的人 或事 这时候呢 我们要以机器的心态 去面对 同时呢 避免负面的表达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要培养机器的心态 首先呢 就是带来好的人的关系 其次呢 就是带来好的结果 大卫波兰呢 有一条著名的 垃圾人定律 他认为呢 每人都有磁场 而情绪垃圾人的磁场呢 就是垃圾场 世界上呢 有很多人呢 常年被垃圾情绪缠身 总想找力往倾道 如果刚好碰上这种垃圾人呢 就会被盗一身的垃圾 其实呢 成功者的一大标志啊 就是他能多快 不要让自己成为情绪垃圾人 如果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呢 非常积极 经常做正面表达 会有很多朋友 反之呢 身边的朋友呢 就会变少 那第二个好处呢 就是好的结果 积极的表达呢 不会让我们生活呢 直接变好 但积极表达呢 会带来好的人际关系 会让我们采取更多积极的行动 那行动积累多了 自然会有好的结果 在质量中呢 也望是那些更乐观 更积极表达的人呢 展现出领导力 容易获得职位上的提升 好 那这里呢 我有三点建议 首先呢 是思考问题的原因 第二点呢 是提出解决方案 第三点呢 是落实解决方案 那每当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啊 都有它的原因 有来自自身的内淫 也有来自于外部的外淫 遇到的每个问题呢 我们都需要从质量维度呢 去思考 那比如呢 外出的时候呢 刚好遇到大雨 被淋湿了 那这时候呢 不要去抱怨天气 抱怨自己倒霉 要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淋雨 为什么很多人带伞 自己没有带 那第二点呢 就是提出解决方案 思考原因之后呢 要找到解决方案 纳入到自己的管理系统之中 才会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那比如呢 没有带雨伞 被利益的情况出现后呢 发现那一年呢 是自己在出门前呢 没有关注天气 所以呢 接下来会培养一个习惯 在出门前一天呢 会增加一个关注天气的小任务 根据第二天的天气呢 安排行程 那比如呢 第二天有小雨 中雨 那就准备好雨伞 那如果第二天有大雨 暴雨 就考虑改变行程 那当我们培养好这个习惯之后呢 以后就不会遇到类似问题了 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在公司工作也一样 比如呢 我们经常受到客户的投诉 那就要思考 自身的服务或产品有哪些问题 我们该如何改善 同时呢 不仅是改善一件事 更要考虑整个系统 思考公司的服务流程 是不是有问题 是不是要优化流程 优化制度 是不是要扩大一些人的岗位职责 以及修改记号考核 那如果发案内容较多 则可以完整地写下来 征求同事的建议 然后呢 去推进 如果设计的内容啊 超过了自己的权限 则可以和自己领导沟通如何解决 在这样中呢 给领导解决方案 而不是抱怨问题 会让我们在这样中发展的更好 好 最后我们做下总结 我们要注意培养积极阳光的正面心态 在沟通过程中呢 做正面表达 在行动中呢 采取积极的行动 生活和工作呢 一定会越来越顺利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